好回家上节课讲内容啊 上节课讲的什么来着 是渐变对吧 你看这个这个图就有点像渐变啊 这个图是从什么到什么的渐变 从这个浅蓝到深蓝的渐变啊 渐渐的角度啊 渐变的快慢啊 渐变的方式啊 回忆回忆镜像线性等等对吧 这次讲什么呢 这次讲直方图 咱们看这照样机后边的一般都会有一个啊 稍微高档一点照样机 它会有着这样的一个图啊 这样一个图跟一个小山峰似的 这叫什么图啊 这叫直方图 很像什么呢 很像这个这个这种 以下中的这种图啊 一个柱一个柱了 比如这是什么 这是2007年 这是2008年 这是2009年 这是2010年 2010年 那么它是不是就有相应的值啊 哎 那么这个比如说是利润 利润多少 这是30 这是40 这是35 这是50 那么图片有这样的图 这个说明什么呀 这就是咱们这个要做图中的一个基础啊 一个做图中的基础 那么呃随便找一张图片 你都会发现它有这样的一个图啊 叫直方图 Diagram 在窗口里面有这么一个条板 要出来之后 你可以点这个条片选项 然后然后看它的这个一些统计信息呀 什么的 统计数据 那么它这个是分成什么 红绿蓝 蓝的看不清楚了 对吧 那么这个最上面的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这个明度通道 那么当然我如果只要这个明度通道的话 就是这个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状态呢 当然这块还有什么紧凑视图 是吧 紧凑视图 如果说点全部通道的紧凑视图呢 还是看不见蓝颜色是吧 还是看不见蓝颜色 扩展视图 这张图是说明什么呢 实际说明什么呀 说明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团队 一个团队 一个团队有多少人呢 一个团队 比如说有1万个人 这1万个人相当于什么呢 这1万个人就相当于 这个一张照片里 有1万个这种像素点 那么每一个像素点是什么 是不是都可以 是不是都是对应着一个亮度值啊 亮度值 那么它的这个亮度值是多少 在这块 你看这个发白的亮度值在哪 在这边 发黑的亮度值在哪 在这块 那么实际这个最白的在哪 这个最白的在哪 你可以看到在这边 实际这个直方图啊 这个直方图啊 越靠近 越靠近这边 越什么 越亮 越亮 它是最大是25 越靠近这边呢 越黑啊 是零 每一个都有这样的 哎 他他就他就整体就形成了这么一个 这个分布区间 也就是说 你可以把这想象成什么呢 想象成 这是一个团队的身高分布图 如果这个团队最矮的人是1米6 啊 最高的人是多少 最高的人是2米吧 2米1 是吧 现在人越来越高 那么 我就是这1米6的 那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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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说 说这个 如果它的直方图是这个样子的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团队他怎么样 特别2米1的没有什么人 对吧 但是呢 基本都集中在多少 这个 这个1米7到1米75形成了一个高峰 这块可能1米9形成了一个高峰 对不对 哎 就 就是这样 哎 这种感觉的 那么 还有什么样呢 比如这样 这是1米6 这是2米1 那么这是什么感觉 哎 这叫一个正态分布 对吧 这个正态 就是蓝颜色这个 状态这个正态分布 这个是多少 这个比如说是1米8 哎 那么他就是形成一个这样 正态分布 如果说 哎 这图又不是这样了 这图是这样了 是黄颜色这样的感觉了 黄颜色这样的感觉 那说明什么 说明他这个分布 他就什么变了 分布的概率变了 原来可能变化的比较缓 对吧 现在可能全都集中在1米8了 哎 这可能就是国旗班的护卫队 是不是这种感觉的 是不是国旗班的护卫队 全都是1米8 要么1米79 要么1米81 基本没有什么 在其他身高了 哎 最最最最极端的情况说 全是1米8 就是一根线 就刚刚刚刚才 咱们选择一个像素 那个是了 那么说这一个图像上的 所有像素全都是 全都是一个亮度值 就是这种感觉的 就是这种感觉的 单根的 那么如果他靠这边是什么 这个团队 普遍来讲身高 比较高 如果靠这边呢 如果靠这边呢 啊 再换个颜色 靠这边说明什么 绿颜色 这个 说这个团队 身高普遍比较低 对不对 那么如果是这样呢 呃 刚 呃 刚才是这样 然后 清清空一下 如果这样是 他集中在某一个区域 这集中在高的区域 这集中在低的区域 他反差不是很强 对吧 反差不是很强 如果说是这个 这个感觉呢 这感觉 那么就是说 从从1米6 到2米1之间 他这个每个人的 这个分布啊 都是基本相等的 都是基本相等的 就说1米6 有1000个人 1米6到1米7 1000个人 1米7到1米8 1000个人 1米8到1米9 1000个人 1米9到2米1000个人 2米到2米1 也是1000个人 是不是基本的 就有点像渐变 是那种感觉啊 排成这个 这个方阵 是不是就是 就是一个斜面啊 一个斜面 非常非常整齐的 一个斜面 如果说 如果说这样呢 如果这样 是什么感觉 哎 这个1米6 到这个 比如1米7 是很多人 1米2米到2米1 是很多人 那么如果排成方阵 是什么样 是不是这样啊 哎 反差非常大 对吧 反差非常大 那好 那咱们看这张图 这张图是不是 偏重于暗部 对不对 偏重于暗部 它是什么 照片上管的叫什么呢 叫曝光不足 曝光不足 再看这个 这张什么感觉 你会发现 它的直方图 是什么样的 直方图 这边是0 这边是255的话 那么它是不是怎么样 0到这个 到这都没有 到这都没什么东西 对不对 把统计信息显示一下 到这都没什么东西 0到74都没什么东西 到74的255 他从这看啊 74255 是不是相当多的 这个这个像素数量点 百分比也相当高 全 而且 而且它最亮的部分 它是集中在什么区域 集中在这个区域 从218到255 居然集中了61.95 平均值都是213 说明什么 整张照片曝光过渡 咱看这张图 这张图是什么感觉呢 这张图的感觉就是 这个暗部区域啊 你看暗部区域 比较少 亮部区域 比较也没什么东西 所有的像素点 全集中在什么区域 全集中在中间灰上 中间灰 全都乌成一片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反差不足 反过来再看这个 这个什么感觉 这块有一个尖 对吧 这块还有灵性 净的几个尖 这块有个尖 那么这边这个尖 是最亮的部分 对不对 也就是这个灯啊 这种这种白光的部分 哎 不行 你把它做一个选区 你试试 选这块的像素点 你看怎么样 是不是就是这个尖 差不多 那你选这个呢 是不是就这边的东西 那么整张图来看 它是什么感觉 暗的有点过暗了 亮的有点过亮了 中间过度的时候不柔和 所以就形成什么呢 形成这种反差过度的感觉 同样咱们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这个东西来来来来看一下一些更抽象的东西 比如说我新建一张图片 图片怎么办呢 然后把它呀 稍微给它扭一下 怎么叫扭一下 就把它旋转一下吧 旋转90度 哎 这样竖着看比较好 方便 那么这张是白图 是吧 所以白图的集中在什么 就这块有一根黑的 也不是就就就这块有一个啊 255这块有一根 那么如果说我给它填充 填充成什么呀 填充成啊 这个灰的 那是什么感觉 你看它是不是叫这根线就跑这来了 那你说如果我在这 填充一个黑块 哎 用前景色填充一个黑块 这块用背景色填充一个白块 啊 背景 白块对吧 再看整体图的感觉 它是什么感觉 啊 有一根白的 有一根黑的 啊 这这是什么 这是白的 这是黑的 这中间灰的 中间有一些零散的点 这些零散点怎么组成呢 是不是就这些点啊 这些点对吧 那么好了 正好复习一下啊 复习一下 复习什么呢 复习渐变 渐变怎么弄来着 哎 油系统工具摁住了 切到渐变工具 这是什么渐变 线性渐变 你会发现它是什么样的 哎 是不是就跟这个 这个黑的 从黑的到白的 它这个整个 它是基本差不多 比较柔和的过渡啊 对不对 比较柔和过渡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我拉的距离比较短 啊 是你会发现 它这个黑 纯黑和纯白 是不是有一根 这个大大范围的区域 对不对 大大大面积的区域 对吧 更短一些 你看 更短一些 它这个更 这个区域 是不是就更突出啊 底下的 相素点就更少 对不对 相素点就更少 甚至到这个状态 中间只 你可以看到 中间有几个过渡 过渡层啊 12345678 放大的看一下 12345678 是不是这八层啊 是不是有这过渡区域的八层 没错 黑加白 那么 这个 如果说我 我这样呢 我这个把它缩小一点 缩小一点 这样再这样拉 这样拉 是什么感觉 你看看 什么感觉 是不是 呃 这个 最 本来说最亮的地方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这个外边 对吧 我拉到外边了 啊 这个也别想歪了 是吧 拉到外边 就是说 拉在这个画布的外边了 那么 这块可能就不是 这块是白 对不对 这块是黑 啊 不是 这块是 这块是暗部区域 那么 这块是亮部区域 那么都没有 最亮的地方是多少 最亮的地方是多少 是56 最最最最 最暗的区域是56 最亮区域呢 是200 是不是就这种感觉的 那么 这个时候 我还可以 用选区 加一样选区 我拉一个正常见面吧 一般的 一般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用选区把它 看看它的感觉啊 选区选好之后 我在这 选一个图 这个 这个 这个选区 那么这个选区 什么感觉 哎 是是集中在亮部的 对不对 这个时候 我如果移动选区 你会发现这个 直方通通通往哪边移了 往哪边移了 往暗部移 对不对 暗部移 这个时候 如果说我在这 在选区相加的方法 加出去选区 那么他们两个什么关系 是不是选区相加的关系啊 哎 是不是加出选区了 加出选区来了 对不对 哎 把它们都融合在一起 从头到尾 拉一条树的出来 再把这块连上 连上 是不是这块就都连上了 就这种感觉 我要黑的更多一些 黑的更多一些 你看 是不是暗部区域都更多一些 对不对 那么好 再看一个镜像见面 在这里面 拉一个镜像见面出来 哎 你要这个镜像见面 它是什么感觉 什么感觉 暗部区域怎么样 比较多 亮部 亮部区域呢 比较少 因为它最最核心 那是最亮的 对不对 亮的要多一些 怎么办 拉的开一些 是不是就亮 往这边往这边拱了 哎 你看到这个过渡 还是是很有意思 这样的感觉 那么这 这也同样啊 比如说我在这 做这个圆形选区吧 这是什么 集中在什么位置 亮部亮部 往暗部移 往暗部移 全都是黑了 一根线了 这就是最标准的 这个最简单的直方图 你理解了它之后 可以对你进行 这个 这个 这个照片啊 有深度理解 那么咱们看一页图 比如这张图 这张图 从直方图上看 它集中在什么区域 集中在暗部区域 对不对 亮部区域 没什么东西 这书怎么调它呢 咱们以前学过一个东西 叫什么来着 粗相调整 亮度 这个这个 色相保和度 对吧 你看这资料保和度 调了之后 比如说我把它加亮点 加亮点 亮是亮了 但是你看它这个 直方图是什么感觉 是不是有一种平移的感觉 平移的感觉 这是原来的直方图 这是新的直方图 是不是平移的感觉 这并不能把它的 这个严肃信息拉开 它主要的问题 就是亮的地方不够亮 把它拉开 怎么办 使用颜色调整 里面的亮度对比度 你会注意到 什么呢 所有的颜色调整命令 全都在这里面了 全都在这里面了 咱们这回用的是什么呀 亮度对比度 把它亮度加高 加高 你看它的直方图怎么样 是不是往这边拉伸了一些 是不是往这边拉伸了一些 不是说平移了吧 再看看它这个对比效果 是不是就把图直接给打亮了 对不对 把图块直接打亮了 那么再看一个 这就是热带鱼 热带鱼把它放大一些 放大一些之后 再看看它这个 同样的 是哪个来着 亮度对比度 对吧 把它亮度对比度怎么样 调大一些 看看直方图变化 怎么样 拉开了吧 拉开了 拉开了 预览 不预览 预览 对不对 是不是这种感觉的 包括什么呢 包括这张图 相对来说是比较黑的情况 比较黑的情况 那么然后把它 把它这个调亮度对比度 亮度对比度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东西 你看它就两个推子 亮度推子 对比度推子 把它调中间 对比度就是 对比对比 明暗对比的关系 那么预览不预览 使用旧版 那么这就是一种类型了 叫什么 曝光不足 很黑的照片 再看曝光过度 曝光过度什么意思 这张照片 它的直方图怎么样 全都堆到哪了 全都堆到这个区域里了 对不对 那这种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用它亮度对比度 是不是可以试一下 亮度对比度 好 调一下它的亮度 调暗一点这回 你看这个细节 是不是出来一些了 再看它这个 按这个亮去 也没那么亮了 但是它出现了一些东西 比如说这块 你会发现它有什么 它有一些这样 斑斑薄薄的这些 这个离散化的像素块 对吧 这些色块 它过度不明显 就是过度太明显了 所以它在这形成了什么 一根一根的 这种离散的这种棍 对不对 这这这实际是影响 这个图片质量 那么Ctrl Z 就别把它这个东西 做的太过分 实际你做成那样 反倒有点不好看了 叫什么呢 叫这个亮度对比度 好 稍微调一点 当然 当然你还可以用什么 曝光度能不能调 曝光度是什么东西 看一下曝光度 曝光度降一些 怎么样 是不是整体来 是不是整体来按了 这这这这怎么样 再看他的脂肪图 是不是平移的感觉 对不对 平移的感觉 对吧 位移 位移 那么这是什么 灰度校正 那么它基本上是一个相对来说平移的感觉 再看一个曝光 过度的 这张图 咱们看一下啊 它呢 就是白是白 但是它里面这个 这个这个石头的这个这个 纹理不是很清楚 要把它这个东西弄清楚 怎么办 亮度对比度 对吧 把亮度降低一些 这个细节是不是就出来了 这个这个 这个细节 这块是不是就出来 显出来了 这它的深度了 对不对 原来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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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好 那么除此之外 还可以什么呀 还有一些 比如说 你可以让它直方图平均化一下 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这个东西叫 色调均化 你看一下 是不是是不是就把它平均了 亮的很亮 暗的比较暗了 对吧 这种是曝光过度的处理方法 这都是这些最简单的一些方法 那么还有呢 比如说这种这种图 你看这张图 这张图叫什么图呢 这张这种图叫典型的什么 逆光图 光在后边 后从后面打到前面来 所以前面这个女孩的脸是怎么样的 是发黑的 而背景怎么样 非常亮的 这种图就是反差过度 对吧 反差过度 那么这种反差过度怎么办 就专门了一个调逆光的东西 叫阴影高光 你看 什么叫阴影高光呢 阴影高光就是说 这个 让它最暗的地方 有多暗 最亮的地方 有多亮 就是你看 调理阴影的过程中 实际上 是把什么东西加亮了 是把它最暗的地方加亮了 是不是 是不是这种感觉的 是不是它最亮 最暗的地方加亮了 什么 什么加亮了 人加亮了没有 人加亮 天空加亮没有 天空没有加亮 对不对 是不是这种感觉的 哎 那么再看一个图 这个图 也是反差 反差怎么样 反差过度 地非常黑 对吧 地非常亮 有的地方是非常亮 但是这个主体 拍摄主体本身比较 比较黑 那怎么办 有点像逆光吗 怎么办呢 这色调均化 常不常 看一下 是不是打亮啊 但是整体都很亮 地还是很亮 对吧 这个时候 我感觉效果不太好 那么怎么办 Ctrl Z 刚才用哪个来着 哪个来着 是这个阴影高光 对吧 哎 阴影高光 你看这时候 什么变亮了 这个地有没有变亮 没变亮 什么变亮了 前面这个变亮了 对不对 阴影高光 当然 再看一个 这样子是不是也是典型的逆光啊 典型的逆光 对不对 我现在要把人打亮 对不对 怎么办呢 这 阴影高光 这个阴影高光里面 实际因为分辨率的问题 它一根是调阴影啊 一根是调阴影 你看调阴影 最暗的地方把它打亮 另外一根是调高光 调高光 那么调高光 实际上 它是在底下这块 它现在有分辨率 它看不见 那么怎么办 可以给它调成百分之百 试一下 这个这个看不见 那么你另外也是调最亮的 然后它最亮的地方也没那么亮 是这种感觉的 好 那么 好 那咱们再看一些其他的照片 比如这张 你看它它这张照片怎么样 从直方图来看 暗部区域有没有东西 暗部区域没什么东西 对吧 亮部区域也没什么东西 那么也就是说 从0到43这个亮度区间里面 包括从这个178到25的这个亮度区间里 都没什么东西 集中在灰度 所以说感觉到它这张图怎么样 云雾蒙蒙的 对不对 全都淤在一起 中间灰 模糊不清的感觉 这时候加强对比度 好使吗 把这个怎么样 反倒离散了 对不对 没什么效果 有一些效果 但效果不明显 用什么呢 试一下这个吧 色调均化 看一下 看它这个直方图的状态 是不是一下就感觉出来了 一下把这个文件给拉平了 是不是这种感觉 亮的地方也有了 暗的地方也有了 对比也有了 反差都有了 对不对 是不是这种感觉的 好 那么再看一下 比如这个图 这个图呢 咱们也用一下色调均化 也用一下色调均化 色调均化 哎 你瞧这怎么闹的 它这 这么离散了 是不是 图和图不一样 具体情况呢 具体分析 这张图 它里面的色彩信息 比较少一均化 它就更硬了 对吧 更硬了 不能色调均化 这是怎么办 它这个也是反差不足 但是它集中在什么区域了 集中在暗部区域了 把它用色调 这个 这个亮度对比度调一下 成不成啊 亮度对比度调一下 试试 哎 看它这个 这个图像的感觉 是不是这个色彩信息会加多了一些 尤其这个这个像相机这部分的 能不能感觉到 哎 之前之后 那么再看一个吧 再看一个 这个也是集中在中间了 基本上 看看它的状态 用什么 这很难说 你说上一个用色调均化 一个用用这个 这没没准了 对吧 当然咱们还有一些更好的 比如说下车后就开始讲色接 哎 这这是更简单的一些东西 啊 就是更更更更好用的 更更这个 可控性更强的 亮度怎么样 稍微加大一点 那么 这张图也是灰蒙蒙的 灰蒙蒙的 这张图怎么办 让它色调均化成不成 总而言之 色调均化就是把它这个 这个山峰啊 高的给它削减 低的给它填填补 对不对 哎 随 随有余儿补不足 就这感觉 色调均化 点一下了 怎么样 这张图 是不是 和刚才比 更有感觉一些了 好 那么这些呢 实际都是这个 最基本的 这次复习啊 调整里面的 什么在这 色相往回度就算一个吧 然后亮度对比度啊 这个还有这个 逆颖高光啊 色调均化呀 就是这些最基本的东西 下一块呢 讲色接 实际这个PS 这个东西相当于对应什么呢 对应这个 这个照相啊 摄影技术 有非常悠久的历史 说摄影技术里面 怎么冲洗 什么叫曝光不足 什么叫曝光过度 对不对 这很多都是摄影术语 为了让大家了解 这个 这个更清楚一些呢 在后边 咱们加了一段视频进来啊 就是这个摄影技术的视频 这次主要就是这些 谢谢大家 请继续观看视频 那边 要干什么呀 冲胶卷啊 上一次咱们已经把冲洗黑白胶卷的各种器皿都准备好了 这一次呢 咱们就要实际演练冲胶卷 冲洗胶卷需要最基本的两种化学药品 第一种叫显影液 它是把胶片里边的前影显出影像来 第二种呢 叫做定影液 把已经显好的影像给它固定住 至于原理啊 咱们以后再说 您先看看我 怎么配药 您看好了 这是咸影药 是冲胶卷的咸影药 是第76咸影粉 这是一个通用的微粒咸影液 上面写着 用500毫升水进行溶解 您会看到里边有两包药品 先溶解小包的 再溶解大包的 用什么水啊 我劝您最好用蒸馏水 因为蒸馏水里边的杂质 它最少 配好的药是无色透明的 没有任何杂质 也没有任何沉淀物 溶解完毕 这药要静置一会儿 下面的工作 我们就直接可以用它去显影雕卷 如果你暂时不用呢 你把它放在棕色的储存瓶里边 放在闭光低温的地方 进行储存 这时候您注意 药液也要尽快使用 最好别超过一个月 下面呢 我们就开始配置定影液 定影液一般是通用的 所谓通用就是 你可以拿这个配方的定影液 既冲胶卷也放照片 没问题 配药的程序和显影药基本上一样 按照说明书上所说的容量也是500毫升 等到您在水里边看不见成颗粒形状的定影粉的时候 这定影液也就配好了 配好的定影液还和显影液一样 如果您暂时不用 您就可以把它储存起来 定影液不怕光 可是温度太高了 也不好 上回咱们说了 怕光的显影液 咱们放在棕色瓶子里 不怕光的定影液呢 咱们放在无色透明的玻璃瓶子里边 储存起来 咱们就得把这个黑白胶卷放进显影罐 没有冲洗黑白胶卷 它这个面是灰色的 彩色胶卷呢 一定是棕色的 咱们这事可别闹混了 闹混了就闹出笑话来了 下一步 第一件事 咱们把这个片头给它搅齐 这个尖啊 您最好把它搅成圆角 把这个胶卷放进暗房袋 把这个显影罐也放进暗房袋 显影罐呢 一定要打开 显影罐有三部分 一个是显影罐的盖 一个呢 是显影罐的芯 还有一个啊 就是一个显影罐 把它放进去 拉好拉锁 盖好这个盖 下边是把左右手啊 分别放进这两个 像袖子一样的东西 可是这个程序 在这里边 它也没法演示啊 怎么办 咱们为了演示 我拿到外面来 告诉您 怎么把这个胶卷 缠到这个片芯里边 您把这个显影罐的芯 这样冲着您自己 这个弯呢 您一看 是顺时针方向旋转的 就对了 下面的一件事 是把这个胶卷拉出一点 卡在这个钢卡子上 一定要卡在正中心 然后呢 您的这两个手指啊 轻轻的捏住 这个胶卷 好了 您看 这就卷到了最后 这就到头了 到头怎么办 我的办法 是骑着这个根 把它撕断 为什么不用剪刀啊 剪刀在这暗房袋里边 很可能就划伤这个胶片 您看啊 这样就把它切断了 这个时候 您就可以把这个 缠到片芯上的 这个曝光的胶卷 您在暗房袋里边 把它放在 显影罐里 再在暗房袋里边 把这个盖 给它盖好 一定要盖盐 都做好了吗 做好了吗 这时候您把两个手伸出来 把暗房袋的拉锁拉开 这时候 您就可以拿到 量食里边 冲洗胶卷了 数码影像光怪陆离 瞬间世界 带您返谱归真 器材导航精心制作 五期黑白充印系列讲座 陈仲元带您体会 黑白照片制作乐趣 感受黑白影像的 无穷魅力 刁卷 已经缠在 这 罐心里边 已经放在了 显影罐里边 好了 这个工作 就算做完了 下边一步 找一个小的显影盆 把这个显影罐 放在这里边 为的是显影药 别建到桌子上 打开这个盖子 让这个显影液 保持摄氏20度的温度 开始计算时间 倒进显影药 好了 显影 由此开始 您看着我这个动作 您这样来回动一动 显影药呢 就会均匀的附着在胶片上 不会产生气泡 这样的动作 连续做半分钟 放好 以后每一分钟晃动一次 多长时间 显影的时间 是每一种胶片 它不一样 即使是同一个品牌的 不同型号的黑白胶卷 也都不一样 时间 总得有个参考吧 您看一下 您所用的 这个黑白胶卷的说明书 上边告诉您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您就照着它来 一般不会发生错误 比如说我这个胶卷 用第七六冲起 需要八分钟 好了 倒了八分钟了 到了 下面的一个事情 就是把显影液倒出来 我通常的做法啊 倒干净显影液之后 再用干净的水 冲一下 这叫停影 但是呢 您要实在是等不急 实在是怕这个手续太麻烦 您用酸性的定影液 立刻倒进去 下面这个程序啊 叫定影了 定影液倒进去 也要充分的晃动 有一分钟 足够了 一刻钟倒了吗 一刻钟倒了 好 咱们再把定影液倒回原来的白瓶子 好了 咱们拍的什么东西 咱们操作的是否合理 合格 这就真相大白了 这时候 您可以在 亮光之下 打开这个显影罐 检验一下我们拍摄冲洗的结果 然后呢 您立刻找来清水 把它倒进去 好了 这清水就满了 到这时候 您就可以把这个显影罐的盖子 在亮石里边打开了 把这个片芯拿出来 咱们拍摄的结果 在这就可以真相大白 这就是冲洗完毕的黑白底片 可是事啊 到这时候啊 还没完 下一步要干什么呢 这个胶片上面啊 沾满了定影液 咱们要用清水把它冲洗干净 放到哪冲洗呢 咱们可以在显影罐里进行冲洗 可以在显影盆里进行冲洗 甚至可以找一个干净的凉杯 把它放进去 继续冲洗 多长时间呢 流水至少一刻钟 少了这个时间 放的时间 一旦过长了之后 您会发现这个底片啊 上边有黄斑 这就是定影液残存在底片上做的怪 挂在这个地方 进行干燥 下边呢 您也要放一个夹子 垂着它 咱们找一大块脱脂棉 把它用干净的水 沾湿了 您再把它钻干了 越干越好 找到底片亮的一面 上边有很多水珠啊 您用这个脱脂棉 轻轻的这么一擦 我保证您 这卷胶卷 晾干了以后 没有水渍 对于这个黑白底片 您一定要细心保管 别让它沾上灰 别让它沾上油 别让它沾上手印 为什么呀 为的是下一期 咱们好用它去放大黑白照片呢 您说是不是啊 上一期 咱们已经把黑白底片冲洗好了 那么这回呢 您看我把这个放大制作黑白照片的基本用具又给您摆在了面前 有了这些基本的放大制作照片的用具呢 我们就可以放出一个完美的黑白照片来了 在这呢 我在这建立了一个真正的虚拟的黑白放大暗房 虽说是黑白暗房 但是黑白暗房里边我们还要进行操作呀 操作就得能看见东西呀 但这时候灯光不能太亮 您看 您就买这么一个漆了红油漆的小灯泡 15瓦挂在显影盆的上端 大概距离有一米半 这时候就能够避免照相纸再次曝光 同时呢 您还能够一清二楚的看到显影定影的过程 这是一个最简便的办法 这三个水盆里边放什么呀 第一个水盆里边是显影液 是显照片影像的 第二水盆是停影液 是让它的影像立刻停止 第三个水盆呢 是定影液 让它的影像固定住 显影液的配置方法和上级 咱们说的黑白胶片的冲洗的显影配方的配置方法是一样的 但是呢 配方呢 有所差别 您就记住 选用第72显影液放大照片就比较合适 定影液呢 是胶片相纸通用的药液 所以呢 冲胶卷的定影液 你也可以来放大照片 好了 下面咱们说放大机 放大机有这么几个部分 上边是装灯泡的灯箱 您看这里边有一个灯泡 下面呢 是一个极光镜 有了它光线就匀了 再往下呢 是底片加 它是加底片用的 下面 是放大镜头 这个放大镜头 都是螺丝口的 而且都是39乘1的螺丝口 放大镜头 有高低之分 也有贵贱之别 但是您记住 便宜的放大镜头 并不一定放不出优秀的黑白摄影作品 好镜头当然更好了 再往下 这个东西 叫压值板 压值持板 是干什么用的呢 顾名思义 是把放大纸压平的 这么一个 有尺寸标识的 这么一个 可以挪动的板子 放大机 一般都有一个定时器 为的是 好控制曝光的时间 但是您要没有这个东西 也不要紧 咱们听着闹钟的 滴滴答答一响 咱们心里记个数 也就知道 能够曝光多长时间了 这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 它叫调焦器 您调焦的时候 从这里边一看 就能知道 调准焦距没有 影像是否清晰 但是没有它呢 咱们用肉眼直接观察 压值持板上 白纸上的影像 是否清晰 也就行了 好了 放大机 咱们就介绍这里 你买放大机的时候 也是大小高低贵贱 各不相同 这是一个中档的放大机 它叫协调放大机 价格大概是一千块钱上下 便宜的放大机 百十来块钱 也就能买了 可是更贵的放大机 上万块钱的都有 咱们是不是有了这个基本器材 就可以放大黑白照片了呢 还不行 少什么呀 少放大纸啊 这黑白的放大纸 从大了说 分两种 第一种 是显微纸机的黑白相纸 第二种呢 是涂色纸机的黑白放大纸 您就记住 到了摄影器材店里边 您说我要涂色相纸 买那种相纸 它好用 而且呢 用起来也比较方便 价格呢 还比纤维纸机纸啊 要便宜一些 纤维纸机纸 优点 是储存的时间长 但是呢 我们练习用啊 用涂色相纸 已经足够了 它也能 吸引出 漂亮的黑白照片 黑白放大纸啊 除了这两种 不同的纸机之外 还有一个区分 就是有一种是分号数的纸 所谓号数 就是可以控制它的反差 一号的纸反差最低 四号的纸呢 反差最高 我们下转的纸 咱们说是真实演练 但是摄像师告诉我 在黑暗的环境中 是没有办法把这个过程全部拍摄下来的 怎么办呢 不要紧 咱们还是虚拟一回真实过程 您要首先清洁放大机 一定要把 尤其是底片鸦片板上边的灰尘全部清除干净 否则放出来的照片就是一个大白点 清洁完之后 把底片要磨面朝下 加在里面 加紧 放在放大机中间 好了 打开放大机的光源 打开镜头的光圈 调节放大机的高度 就可以看出影像的大小尺寸 尺寸定好了之后 下面需要调教 用这个调教钮 看到一个清晰的影像之后 停止 把放大机的光圈 至少收缩两级 把这个红色的安全片 挡在放大机 镜头的下面 下面一个步骤呢 就是我们先裁一小条 黑白放大纸 把它放在压制尺的上面 什么时候把这个视条 试的合适了 好了 下面我们就可以 找出一张 黑白放大纸 这都是在暗示里面完成的 减裁成需要的尺寸 把它放在压制尺板的下面 按照我们最合适的曝光时间 进行曝光 把这个片子拿开 进行正式曝光 曝光的这张照片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显影液里边 进行显影了 这是一张放好的相纸 一定要斜着 让它立刻全面 站上显影药 拿起夹子 晃动一下 影像已经显出来了 显到最最合适的时候 您把它夹出来 放在停影盆里 30秒钟之后 您把它移入 定影液 如果是新鲜的定影药 10分钟之后 您就可以放心的 把这张黑白照片 拿出来了 定影好的照片 一定要把上边的定影液 全部冲洗干净 否则年头一长 照片就变黄了 这时候 您一定要放在一个清水盆里边 用流水清洗至少10分钟 如果您用的是纸机的黑白相纸 用什么办法进行干燥呢 您跟着我走 这个东西叫上光机 把这个照片的药膜面 就是画面 贴在这个上光板上 放平 通电 盖上这个盖布 用这个滚子 把其中的气泡滚去 几分钟之后 您打开它 您就可以得到一张光亮无比的黑白照片 如果是图塑像纸 用夹子把它夹起来 晾干即可 忙活的半天 制作了一张黑白照片 它自有其中乐趣 可是您会说了 都到数码时代了 还需要这么麻烦吗 做一张数码的黑白照片 是怎么办呢 会不会做呢 能不能做呢 您等着 咱们把这摊收拾了 我立刻给您演示一把 数码的黑白照片 是怎么做出来的 有了这么方便的黑白影像的拍摄制作方式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翻过头去 去制作这么复杂的一个过程的传统的黑白照片呢 我想可能更多的人去重温这个黑白摄影的全过程 他自己一定会有独特的一种影像制作的感受 几十年前黑白照片 人人都会做 几十年之后呢 那时候的一部分年轻人啊 可能就不知道这些影像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那时候啊 制作黑白照片 很可能像现在的景泰兰一样 被当做特主手工艺给供奉起来了 可是到那个时候 您会跟他们说 就这个手艺 不就制作黑白照片呢 我会